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期的股市倒下了 很多人都炒工了 大麻成金鋪就結了 他整副身材都丟下炒股 自己又沒有公開 停食谷種 嘩 那他不是真的虧了一動都沒有 沒有了 一動都沒有 用普通話來講 他就是指一籌莫展 一無所有的意思 但是他還未夠一動都沒有 這麼貼切 一動都沒有 他就來自於天狗牌 天狗牌有一分文子 武子 文子只能打文子 武子只能打武子 他就不可以困著來打 就算你成手很漂亮的武子牌也好 人家正是出文子牌的話 你是打不到的 到別人出了牌 你一動都沒有贏過的話 那你就要輸雙倍 那你說一動都沒有 是不是很慘呢 是這麼快 是最新一種的 我先想到 你已放了這個 到我還有一個 和這就想到 那兩句就是 獸人二分四做到吸氣 或者獸人二分四被人洗穿鼻 我還聽到 有些年輕人靈活運用有所創造 說成獸人二分四影響內分泌 這樣發揮一下我覺得很好玩 至少證明了 不過我們的年輕人還很有語言天分 喂,怎麼回事? 錄成怎樣? 唉呀,我打一份牛工 每天做足23個小時 長年沒識優 真是仇人二分四做到腹底 哪有你這麼好命坐在辦公室彈冷氣 唉呀,我家公司又不是這麼變態 要我去跑業務 又要我做後勤還要維修水電 唉呀,不但連辦公室租金 都要我幫忙頂呀 我一樣是 獸人二分四這麼整套戲呀 唉呀,這個世界真是惡努 只有唱歌才有半斤八兩這麼理想呀 那麼說回頭了 無論是哪種表達 所謂二分四 都是指仕頭給雞碎這麼多人工 所謂索細氣呀,洗穿避之類 都是指仕頭對打工仔當牛當馬 而打工仔呢,為了保住份工 壽人二分四呢,亦為有渣頸就命 是忍氣吞聲的 那麼這句古老話呢,時至今日呢 還是十分之流行的 二分四股之然是指仁工銀 但又是怎麼得來的呢 原來啊,二分四指的是 舊時硬幣裏面的銀的重量 當年流通的那些銀元是用銀注的 銀元的一元硬幣 重量就是七錢二分 那麼一毫呢,就重七分二厘 一毫底下的那一級 我們現在叫做分 舊時呢,就叫做仙 五分錢,即五個仙 那就是三分六厚 照這樣推算,所謂二分四呢 就指相當於一毫子的三分之一 那麼當時茶樓的企堂啊 即是現在的時應啊 人工就低到每個月只得一元 那麼換成銀來計算呢 就是七錢二分銀一個月 即是每日呢,只得二分四銀 實在就少得可憐 於是大家呢,就用二分四呢 來指辛苦賺回來的微薄的工錢 講開又講了,我們日常呢 嘩,口頭還有一個詞 跟這種舊幣的單位啊 亦都有點固定的 那就是斗鈴 老友,當著幾十元來當壺究竟呢 大哥啊,我失業了一年啊 那窮都,斗鈴都沒有啊 還問我量水? 你真的想我割肉給你嗎? 嘩,你真是窮到連斗鈴都沒有啊? 嘩,那不是更淒涼啊 我們形容些東西不值錢 他說是斗鈴都不值 入息少到極,就說只有斗鈴那麼多 那斗鈴實情是多少呢? 咦,就是指三分龍銀 又即是五個仙,半毫子 咦,為什麼三分龍銀又叫做斗鈴呢? 那原來啊,它是來自 舊時候江湖的貝語 即是隱語,即是黑話的 那就是,各行各業 講數口的時候呢 都是有自己本行的秘密語言 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外行人呢 多數都聽不明白他們說了什麼的 那其中有一種暗語呢 以斗來代三,以靈來代六 這樣呢,斗鈴啊 就是等於三分六尼這樣的合意 那這個就是五仙硬幣 為什麼叫做斗鈴的原因呢? 今期就講到這裡了 是不是我們月級挑戰的時間 還有埋單意思不同的是誰呢? A. 結數 B. 看數 C. 寫單 D. 找數 在明晚六點前發送三八 加答案編號到106.635 答中的朋友就已經獲得 價值三百元的豐厚獎品了 通過以下網址或者短訊方式 向余老師提出問題 都有機會獲得獎品博 越講越過癮 我們下期再過癮啦 B. 比如說 B. 憧 IF... 貴這條的長幅 B. 描述